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7月14日 明谷乌八经刚柔并进 日本天皇杯第三圈有一场激战在周三下午进行 日直连竞旅明谷乌八经对阵日以的钢山绿制 明谷乌八经近期主要把精力投放到亚冠赛场 战况可以说是硕果累累 此番从泰国回到日本 相信状态正佳的明谷乌八经能延续势头 一举击败实力不如自己的对手挺进下一轮 明谷乌八经近段时间专注于亚冠赛场 这趟曼谷之旅可谓满载而归 六场分组赛取得五胜一合的佳绩 不妨留意 他们这段时间有过半数比赛攻入至少二球 C马迪奥斯 山麒林武等人建立显著攻击 脚锋相当畅顺 更喜人的是 防线表现持续稳定 合共仅师二球 攻防两端发挥均衡 回顾本赛季在日直连的战况 明谷乌八经过去二十场联赛取得十一胜四合五负 排名积分榜前列 此番日黄碑将是他们回城首战 面对第一个水准档次的对手 明谷乌八经理应轻松过关 值得一提的是 明谷乌八经经界赛事参加的首圈层 一乌比零大炒业于球队水岛三陵 C马迪奥斯该一独中两元 看来他对实力较弱的对手并不会留情 另一边乡 今季日以联赛到目前为止半成已过 钢山绿智直路得七胜五和十负的平庸成绩 军场得失球球皆不足一个 既能反映出球生心太平淡 也能看出他们的比赛画风较为沉闷 是存在感颇低的一支球队 最近的三轮联赛 钢山绿智遭遇一合二负 当中二场无法入球之余还失掉五球之多 可见状态比平时更为不济 回顾钢山绿智近年的日黄碑战绩 2019年第三圈遇到川崎前锋加时汉复出局 2018年第二圈也是加时 但输给同属日以的丁田泽维亚 2017年则是第三圈输给更低组别联赛的长野帕赛罗 一句到尾 眼下的钢山绿智并没有底气征战本项赛事 这就很难在鸣鼓乌巴京身上体验爆冷滋味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